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孔兰 国详九日记 这儿唱证主一个子。 女 Об机梦女并不是,在这个风景十三, 即将登法 mm, 게 ,, ," ek,"圈老师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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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自己修行智力 也是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宣说修行有利的善法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颂词主要讲 我们修持善法的时候 必须具足这种条件 如果具足这种条件 那么它的功德相当大 所以从四个方面 或者是从五个方面进行宣说 时间 意乐对质 再加上是对尽 在四个方面进行宣言 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恒意强欲乐 活意对治你 我们修持善法的时候 首先很长时间 持之遗恒很长 发心强烈的娱乐 然后进行具有对治性 再加上是依靠恩天 悲天 佛天 在三种殊胜之天 如果行持善法 那成就的功德相当大 成就的善法相当大 首先我们分析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善事 就是首先看他的时间 会不会长久 然后第二个条件 就是意乐强烈 意乐强烈的话 不管是修什么样的善法 一定要有一种信心 主要是从意乐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第三个条件 就是要有对治性 比如说我们行持布施 布施的时候 布施的违平就是吝啬之心 如果我们修大悲心 那么大悲心的对 就是违平 应该说是对众生的嗔恨心等等 那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治性 以政治正念来 将违平的这种法全部摧毁 我们这些避免的理解 一直在导致没想到人的 一定是原谅和人的思想 想被关注的 就是为什么要滚 他的思想 以及一篇 的原因 的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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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条件就是说 这三种田 恩田 悲田 佛田 这三个我们有些论典当中 何谓一提而讲的 因为我们在行持善法的时候 也许具有一种田 所以说 比如说第一个是恩田 所谓的恩田 在这个世间当中对自己赐予了养育之恩的 父母 障碑 传法灌顶的上师 传戒的阿舍利等等 这些也是对我们个人来讲 世间和初世间当中恩的相当大 就叫做恩田 对境当中的第二个叫做悲田 所谓的悲田 就是非常悲悯的这种对境 比如说以强烈的痛苦 所逼迫的地狱恶鬼的众生 或者说我们世间当中 特别可怜的那些沦落在街上的一些乞丐 然后相当可悲的一些病人等等 他们作为对境 帮助他们 饶益他们 也有修持大悲空性的功德那样 那么悲田的对境 依靠这样的对境 造得善业 那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对境当中的第三个 就是叫做佛田 佛田我们世间当中的 功德圆满的上师三宝 就是依靠上师三宝作为对境 哪怕是作为一个特别微小的 极为微小的功德的话 那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总而言之 我们上面已经所宣说了 所有的三个对境 如果是我们合谓一体的话 那就是总共有四种条件 世间 加行 也就是说 世间和加行对质和意乐 再加上是对境 总共有四种 如果我们行持任何一个善法 不管是你修空性也好 或者是修悲心 修任何法门 做任何一个善事 具足这四种条件 那么就是行持的功德相当大的 因此有关教言当中说 以上这几个条件具足的情况下 哪怕是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 小小的善根 他的功德和异俗果报 不可置疑的 请不吝点赞论一下 后来 再一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质疾情 再次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转发质疾情 极提区的心理 提高 打赞订阅 转发质疾情 并不是修理想奏的 因为我们赞订阅 转发质疾情 我们变下去开加行为 这一步的课心 移民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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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枪面非常强有力的善法 就是他有这种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具足行持善法 我们很多人想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 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往往自己不知道怎么修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知道的 有些人说我现在到底怎么样修 修的方法是什么样 我想这里修的方法已经讲得特别的明白 首先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法一定要善巧 善巧就是说要善于精通的意思 比如说你修的菩提心也好 或者是你修的本尊 首先到底本尊怎么修 发怎么样的心 最后怎么样回想 中间怎么样观察 这些所有的道理应该清清楚楚 应该搞明白 这叫做善巧 也叫做精通修法 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没有精通修法 虽然心念想 但是很多人的修法变成颠倒修的 因此我们首先不管是修什么样的法 一定要以正确的见解来摄持 这一点相当重要 所以乔美仁波切也说了 我们修任何一个法 只有大悲心和空性见解来摄持 不会有任何歧途 即使说你侮辱歧途的时候 有了这两个菩提心和空性的这种 因为空性见解就像宝剑一样 所有的实者全部砍断 然后大悲心 菩提心他有自私自利的心 全部都效益发解 全是为了众生而修的 所以为了众生而修 没有这个实质 那这个修行肯定是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因此当时乔摩仁波切也是带上 要求我们修持的时候 一定要具足大悲心和空性的见解来摄持 这是讲善巧 然后修持善法的时候 自己必须对这个法门应该有着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不一定成功的 如果没有这一点 连信心都没有的话 恐怕任何一件事情也是 连世间这种世间也是做不成的 何况说我们佛法的这种修行 所以首先不管是你修空性法也好 修大乘佛法 闻思修行 都有一种信心 这个信心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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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一切事处应该打精进 并不是一天两天 一天两天好像上师说了 或者是道友劝了 然后就精进两三天 过了以后 由自己的恶习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是不合理的 众善以众善即为 谁也不养当 所以我们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应该尽行尽力的 所谓的善法当然是这里 利益众生的善法 《大吉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菩萨独自的应该配上无上菩提心的精进 垂甲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而《经庄严论》里面也说了 说是 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 利益众生是他的责责 如果别人来劝他 行持利益众生 那这是非常惭愧的事情 因此作为菩萨 应该是自觉的 积极的 他自己去度化众生 他自己行持善法 没有必要依靠别人 天天都是依靠别人 就像有些牦牛 实在住不动的时候 天天都是用主人鞭子来打他 每天或者是过几天以后 又要说一次 又要说一次 这种行为 并不是发菩提心的人的行为 永远都是依靠别人 是不可能的 办公座 Dennis 我是伽下小小小小 二跨顿 こう一切都没有威力忻 蛾热我 自 마스�轿 斗 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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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宣说胜利这个取舍的道理 宗词当中这样讲的 四顿波罗密层层奸胜劲 无垠消失他 打出势力他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宣说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哪些功德是大 哪些功德是小 这个胜利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区分开来 那么怎么区分开来 首先说布什党六种波罗密多 布什 四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 六个波罗密多佛陀慈悲地观照众生的根机 而为众生所有的修法归纳在六波罗密多当中 但是这个鲁波罗密多就像我们的体解一样 就是层层上进 层层上进的 首先我们初学者是开始学布施 然后持戒这样一直到智慧之间 就是这样寻寻见经的这种方式来身体理性 那么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什么呢 有些小的 为了一些小的功德 大的功德是不能顺便失去的 那么大与小之间的差别 在这里大功德和小功德之间的差别 应该他这里这样说的 大致私利他 大的这种方面怎么样安理呢 也就是说我们诗论当中所讲的一样的 应该作用点 放在利益他中 如果利益他中的功德非常大 这就是功德 比如说本来一个人 他就紧紧地修禅定 修禅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闭关了 但是很远的地方有些人 请求他传授佛法 但如果他真的传授佛法 对成千上万的众生 有着重大的利益 那他原来的这种闭关 这种誓言 这种戒律失去也是可以 他马上出关 可以给别人讲经所法等等 这样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平时在戒律当中 有一些戒律应该是出家人 在自己的威仪方面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为了放生 为了救护众生的时候 为了做无为布施的时候 他就犯了一些细微的戒律 这也是没有多大的过失 眼前还没在摆不下来就没想到 再买到有初遭状态的这么多了 就是这样那种目的 太阳不顾撑可以了 太阳不顾客人 这是什么 还是看起来的 是神经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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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续当中已经生起了自相的贪心 或者说是生起自相的忏恨心 然后以相符和一些双云等等 以这个名义来进行破戒的话 这是佛陀永远也是没有开许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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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门或者是 感谢观看看 就是自己心里面 什么心心修行修行大事书里面这些唯一的都已经讲了 我想我在这里不用光说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事物应该以如理如法的事 然后在作为一个修行人 比如说一个出家的修行人 除了自己的善意以外都可以布施 善意 法本 法器 这些不能布施的 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要求的 除此之外 除此外图了 除了我这些东西可以的 除此之外 包括自己的大象 什么房屋以及其他所有东西布施的话 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布施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有吝啬性 不管你供养还是布施呢 如果有了念事心 干脆不是可能好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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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